近年樓宇維修不時出現懷疑維標 市場資訊透明度不足 業主難以分辨數以千萬的維修費是否合理 不過原來政府有一份工料股價表 業界稱之為天書 是政府維修工程的內部參考數據 避免工程被維標 天書由房屋處、屋村管理處工料測量組出版 還合過去承建商盛接政府工程的價錢 奈用涵蓋樓宇維修工程的所有工序 合共超過15,000個年工包料的項目單價 但政府從未將這本天書向公眾公開 全真社從兩個渠道 拿到2013和2014年版本的天書 又聘請從事樓宇維修超過10年的測量師 利用這本天書的工料價錢 按標書的內容為三個樓宇維修項目進行股價 我們以天書計算出來的價錢 再加上15%的合理利潤 得出一個天書股價 再與承建商的入標價比較 結果發現有個案的入標價 與天書的股價相差超過1億 三個項目分別是涉及遺標案的沙田翠湖花園 正進行維修的單棟樓銅鑼灣余景樓 以及仍然商討維修的牛頭角居屋案記院 沙田翠湖花園在2013年通過大廈維修工程 承建商的重標價是2億6300萬 但天書的股價只是1億900萬 當中的差距高達1億5400萬 其中二期平台路面範圍的防水工程 承建商就索價2244萬 但天書的股價只是240萬 兩者相差超過9倍 而銅鑼灣余景樓的股價也有明顯的差距 天書的股價只是重標價的四成 幫全真社進行股價的測量師就說 余景樓的標書很多項目都有不合理的指定單價 要求承建商在佈價的時候一定要跟足 例如地下大堂、地台用的雲石 標書就沒有指明要用什麼質素 當就指定每平方米的單價要1800元 不過在天書中最貴的純天然雲石 單價都只是985元 余景樓的業主立案法團委員 在選顧問的時候 自行在21間入標的顧問中 選了4間去面試 然後一致同意聘請餘基建築師遊行公司 顧問費18萬 選成建商的時候 他們也自行在26間入標的公司入面 選了3間去面試 然後邀請他們認為最有誠意的兩間 在業主大會中給業主表決 最有誠意的包括 還標的補法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和新窗建築有限公司 兩間都曾經入標翠湖花園的工程 而牛頭角安基院的股價 就和入標價比較接近 有36間工程公司入標 工程費由6,000多萬到8,000多萬 而天書的股價就大概是6,300多萬 不過測量師就說 安基院的工程 最大的問題是 標書的工程項目寫得太籠統 例如地下大堂的翻身工程 涉及幾十個工序 但顧問只是要求以一個總數去報價 業主難以知道每一個項目的收費是多少 向全真社提供2013年版天書的反圍標聯網 發言人趙恩來就希望 政府可以公開文件 協助業主保障自己 既然政府有份現成的維修工程的參考價格 為何不可以公開給小業主知道 或是讓小業主進行參考 如果政府願意在這些現成做的事 到公開的時候 我相信今天維修工程的維標問題 沒有那麼猖獗